库里附提 召集为疯狂命中九季三分 祝辽宁南兰取得开门红 昨日CBA总决赛正式打响 浙江南兰在主场迎来了辽宁南兰的挑战 这是浙江南兰队时第一次晋级总决赛 为此他们还启用了新球馆 杭州奥体中心球馆 比赛一开始双方的竞争尤为激烈 谁都不愿意在总决赛的赛场上用丝毫的懈怠 辽宁南兰里突外投进攻十分流畅 而浙江南兰在队长无前的带领下 一直将比分紧咬 半场战霸浙江南兰紧落后辽宁南兰三分 比赛到了第三节末端 辽宁南兰在赵纪伟疯狂的进攻下 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并以83比75 8分的优势将比赛带入到了第四节 浙江南兰稍作调整 最后一节一上来连得6分 将分差缩小至2分 而此时赵纪伟又站了出来 赵纪伟在本节比赛中命中了三级三分 尤其在比赛最后紧张阶段 赵纪伟顶着巨大的防守压力 连续命中三分为球队奠定了胜局 最终辽宁南兰以107比99战胜浙江南兰 取得了开门红 赵纪伟疑无疑是本场比赛的获胜功臣 肆意他命中九季三分 堪称是酷离附体 在看到队友能有这么好的比赛状态后 郭艾伦终于可以静下心来 继续养伤了 高度重视 姚明亲自抵达青岛进行督战 时刻关注着中国南兰的一言一行 昨日 中国南兰在青岛 迎来了与香港东方南兰热身赛的较量 姚主席也是第一时间抵达了青岛 对此 青岛副市长还专门过来接待 看来姚主席的影响力是真够大的 然而姚明这次没有选择住酒店 而是与中国南兰的队员们同时同住 目的就是想近距离观看中国南兰的备战情况 可赛前 中国南兰还是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作为南兰核心的周琪 由于商品不能参加本场比赛 这对中国南兰是个巨大的损失 反观香港东方队 本场比赛他们派出了8名外援出战 且个个都是主力 最终中国南兰以67比73的比分 输掉了本场折身赛 虽然未能获胜 但南兰主帅乔尔杰维奇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中国南兰现在就是要不断的去磨合 不断的去帮助周琪等人找回比赛的状态 况且 现在集训中的中国南兰并不是最强版的 等CBA季后赛结束 中国南兰还会迎来更多有实力的队员 据悉中国南兰今日将与香港东方队迎来第二场热身赛 届时周琪会皮挂上阵 这次中国南兰能否获胜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重磅消息 广下南兰迎来大动荡 主帅王博竟主动提交辞成 今年的广下南兰可谓是成功的一年 虽然他们在常规赛中只取得了积分榜第7位的成绩 但到了季后赛 广下南兰却取得了喜人的战绩 首先 在12禁8的系列赛中 广下南兰以2比0的大比分 击败了山西南兰成功晋级下一轮 紧接着在八禁四系列赛中 广下南兰以2比1的大比分 战胜了积分榜第2的广东南兰 上演了以下课上的精彩好戏 然而广下南兰在半决赛以大比分2比1 取得先机的情况下 由于上病原因 还是遭到了辽宁南兰的逆转 无奈 遗憾出局 不知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严格 球队主帅王博竟在赛后 主动向上提交了辞呈 这样的做法 引起了大量广下球迷的不舍 他们纷纷表示 王博是个好教练 球队未能继续走下去 主要还是因为伤病问题 不过现在传来一则好消息 那就是广下老板楼铭 没有同意王博的辞呈 王博下赛季 很可能将继续带领广下南兰 祝愿下赛季的广下南兰 能全员保持健康 在主帅王博的带领下 继续去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战绩